淡海轻轨捷运从去年市营运到今年2月1号正式收费 新北捷运公司表示过去收费一个月下来 其实民众的配合度都相当高 平均一天只有1.67被查到没有刷卡 另外捷运公司也说在2月的宣导期过后从3月开始 只要被查到没有刷到票证就会有罚款 也请民众要特别注意进出站的时候要刷票的动作 淡海轻轨从去年市营运到今年2月1号正式收费 随即遇上9天春节连续假期还有上星期的228年假 不只是在地居民的通勤工具 许多观光客民众涌入淡水地区观光体验搭乘淡海轻轨 不过轻轨收费采用无闸门市的感应票证 新北捷运公司表示过去收费一个月下来 其实民众的配合度还算高 平均一天只有1.67人自被查到没有刷卡 我们淡海轻轨在2月1号开始正式的收费 那现在目前执行到现在 民众对于进出站要刷卡这件事情配合度还算是蛮高的 对那我们就是提醒民众 我们在进站的时候请选择蓝色的刷卡机 出站的时候记得刷红色的刷卡机 那我们进出站都要各刷一次卡 在我们捷运公司的部分也会在列车上面不定期的来进行查票的工作 那也是就查票来提醒民众 要记得在进出站搭乘的时候 搭乘我们的轻轨都要记得刷卡 在人潮众多的轻轨站内随时都会有捷运之功来引导民众刷卡 捷运公司表示民众在进站一定要刷蓝色的刷卡机 而出站刷是要刷红色的刷卡机 此外在捷运车厢内不定时还会有查票员来进行查票作业 就是以防有民众漏刷或者是进行补票的动作 有常常是没有查到有没有民众忘记刷卡的状况 对那有一些那可能就是一两位 那我们就是进行提醒跟补票的动作 那我们现在目前是在宣导期 那预计大概在三月之后 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大家都能够遵守这个规定 那因为依照大捷法的规定 如果没有依照规定付费的话 那是有50倍的票价的罚款 捷运公司表示其实过去开始收费到现在 被查到没有刷票卡机的民众占比例相当低 也显示出民众开始慢慢的习惯 淡海轻轨的搭乘方式 而另外捷运公司也说 在2月的宣导期过后 从3月开始只要是被查到没有刷到票证 就会有罚款也请民众特别注意 进出站的刷票动作 记者许多安一 在下转发我们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